我国的世大运代表队已经陆续抵达柯山准备要大显身手 那其中也包括去年在轮动奥运我国唯一的极箭国手徐若婷 对 徐若婷当时是打进了32强 不但为我们的体坛缔造新游 也让更多人开始认识极箭这项运动 他将和另外两名国手张嘉玲 林慧明一起在柯山世大运争取夹击 张嘉玲 徐若婷 林慧明 三位不管是外表个性都截然不同的极箭选手 今年要攜手前往俄罗斯柯山挑战世大运的女子锐箭项目 因为我教练对他们要求这些心态最重要 因为每一个世界大赛比赛以前 他有一个稳定的心态确保他的技术发挥 所以这段时间我主要在心态方面给他们进行一些调整 其中林慧明是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 也最缺乏国际赛经验 这次的世大运是他第一次当选国手 他们就说不要想太多 就去打就对 抗压性吧 还有节奏攻击性 攻击的强度不太高 至于这位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徐若婷去年登上体坛最高殿堂伦敦奥运 还闯进32强 为台湾极箭矢写下心业 不过想对的 他给自己的压力也总是多了那么一点 没有就是像奥运那么大的那种比赛的规模 可是自己有时候比赛的时候自己 有时候给自己压力还是会多了一点 对 他一直没有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就在比赛当中始终就是说一些老问题 说到抗压性 张嘉玲就明显成熟许多 而且他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来对抗上场前的紧张情绪 过去台湾极箭选手在世大运的表现并不算突出 不过这三位女将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积极备战 除了一战洋战之外 有时候还会跟男选手对打 借此训练速度和体能 希望能在克山世大运发挥最佳实力 进最大的能力 大概是男驼牌是最好的 一场一场慢慢打上去